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Math学院 那我们继续来讲一下 这个eCharts和HiCharts的使用 在上一节里面 只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老牌的一个发图工具 HiCharts 我们来看一下这节课 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eCharts 好 同样我们还是从eCharts的一个简单的demo来说起 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下 它的一些简单的一些配置选项 好 我们来看一下eCharts的这个基本文件的引入和配置步骤 这个eCharts我就不跟大家 因为刚开始课前的时候 第一节课已经跟大家介绍了 这个eCharts是百度的一个商业的开发团队 进行开发的一个可刷的一款插件 主表的一个插件 好 那这个我们首先来配置一下这个eCharts 首先和HiCharts一样 我们需要先引入JQuery的一个类裤 需要引入一个JQuery的类裤 我们来看 这个我是跟大家准备了一个 Demo Demo2 HTML 它是一个H25的一个HTML 这个知道这个学过HTML的同学都会知道 好 这也是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架构 然后我在这里边给大家引入JQuery JQuery它这个版本是1.8.3 还是用在线的方式来进行引入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 引入了这个JQuery类裤了以后呢 那我们就能够运用JQuery里面给咱们提供的一些方法 好 第二个接下来呢 同样我们需要引入eCharts 因为我们要学习eCharts 所以需要给 需要引入eCharts提供的这个类裤 eCharts.js 也是通过这个在线的方式来进行引入 同样我们可以把这个eCharts.js给它下载下来啊 同样用那个相对路径的方式来给它引入 好引入完成了以后 同样我们还是需要一个DIV 等会我们会把这个图表放到这个DIV里边来进行一个渲染 好我们来看 准备好具有矿和高的网页元素啊 这个咱们刚刚已经说了 然后呢就是重头戏 我们来绘制图表 首先呢我们需要配置一下它的路径 接着呢使用eCharts来开始绘图 那这个和eCharts不同呢 eCharts呢直接就 就是在使用这个eCharts的这种函数 因为eCharts在JS里有eCharts的函数 直接去使用就OK 但是在这个eCharts里边呢 我们需要先配置一下这个路径 这是他们官方的一个要求 所以我们先把这块路径给它配置好 好同样我们还是在这里边写这个JS 然后配置好路径以后呢 就是指向它这个eCharts里边的这个类库的目录路径 然后我们开始使用 使用呢我们首先需要引入 我们因为我们这个demo是使用的这个柱状图 所以我们需要加载这个bar模块来使用这个柱状图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一个简单的一个柱状图 好这个就是它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架构 好我们来看哈 require接下来我们requireeCharts eCharts charbar 因为我们是用这个柄状图嘛 所以加bar 如果说我们使用的是这个派就是柄图 我们就是派 如果是折线图就是LAN 好吧 如果我们就是同样既使用这个bar又使用这个LAN 所以我们这样的话 我们就需要在下面再加一行 把这个bar改成LAN就OK 好这个配置完了以后呢 我们再来看写它的一个匿名的一个函数 eC 这是它一个对象 准备好这个dome 然后eC.nrt 我们获得到这个man 就获得到这个元素 获得到这个div 然后在这里边 option里边我们来设置这个数据 然后呢最终 最后我们调用这个set option 把这个选项给它塞进去 最后我们在用浏览器进行渲染刷新的时候 我们就能看到最终的一个效果 好 那这个就是它最最基本的一个架构 我们所要做的呢 就是在这个option 这个jason trial里边 这个jason对象里边 来给它进行一个数据的一个设置 比如说我们讲highcharts的时候 也跟大家讲过了 比如说title to tip color style 这些颜色样式的一些设置 同样在eCharts里边也是有的 而且都都相同 都差不多都相同 好 我们来看第五个 重点是呢 设置option里边的这个设置 比如说设置这个坐标轴 设置它的一些数据啊 我们需要把这些 我们想看的这个数据啊 打到这上面 我们就需要在这里边进行设置 好 我先跟大家把这个先考出来 考出来 大家来看一下 看的话会更加的清晰一些 我们来看啊 我们可以结合我们在上几节讲里边 跟大家讲的这个highcharts的一些属性 一些元素 我们结合着来看 那highcharts里边也有坐标轴啊 它你坐标轴的写法也是这样的 在这里边有一个type.category 这是种类 然后data data 这是我们需要这个 x轴需要展示的一个东西 那y轴呢 也是yaxis 然后type是value 我们也可以在这里边进行设置 当然了 同样哈 这里边这个jason块里边 这些属性 同样不止这两个啊 它应该有 应该会有很多 然后基本的x轴 y轴有了以后呢 我们再往这个坐标轴里边进行打数据 series 也是哈 一个数组里边有一个jason jason对象 name是销量 然后time是bar 呃 这个bar意思就是说柱状 柱状类型 然后data 同样和highcharts里边打数据也是一样的 是一个 这个是一个数组 是一个数组 我们只要把我们想要呃 展示的数据搞成一个数组 然后打到这个data里边 就ok 好 这个就是我们最基本 最简单的一个 echarts 就这么打好了 好 打好了以后呢 我这个改一下 我们来看到这儿 发新一下 好 大家看到了没有 大家看到了没有 这是最基本的一个 highcharts的 echarts的一个 呃 demo 一个小demo 一个小demo 但是同学们是不是觉得都特别的怪怪的 这上面 呃 因为我们在点这个highcharts的时候 啊 我们是不是把鼠标放上去 它会有一个提示框 提示框里边会有一些详细的一些内容 关于这个某一个点的上面的一些详细的内容 对不对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我们呢 还需要对这个 echarts进行进一步的 呃 进一步的这个配置 进一步的优化 才能达到我们最终想要的一个效果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少一些标题 少一些legend的图例 啊 我为了双遍起见 我给大家把这个 考出来 demo1 我们来看哈 这个是我们上节课 跟大家讲的 哎 点错了 这个呢 是上 我们上节课跟大家啊 讲的这个highcharts的demo 啊 我们可以对比着来看啊 这个echarts呢 这里边因为我们是最最基本的一些配置 所以呢 显得非常的单调 但是我们点开这个highcharts来看呢 是不是 放上去 它就有tutip 这个提示框 还有这个标题 副标题 还有这个图例啊 还有这边有一些单位什么的都有 那我们这边 呃 就是 嗯 还差这么一些东西 我们可以给它再进行一个丰富 好 那这个就是我这节课 跟大家讲的最简单的一个 呃 echarts的一些 嗯 最基本的一个搭建 最基本的一个搭建 那咱们下节课呢 主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echarts常用的一些配置选项 好 我们可以让这个echarts更加的生动 更加的丰富一些 好 那这节课就跟大家讲到这里 咱们可以在课后进行一下预习 好 那咱们下 呃 下节课再见 感谢 感谢同学们的收听和收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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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